欢迎收看两点说新闻 新闻看民事 我是张孟琪 高雄市长韩国瑜 六月份原本都是一周一造势的 不过这个礼拜六 原本要在高雄办的这个造势 却因为担心登革热扩散 所以最后是取消了 不过韩国瑜他是改号召韩粉 一起到高雄玩 而他底下的观光局也火速动起来 把7月5号到7月7号定做是高雄的观光日 而且还要求店家要配合 只要这个售出国旗的配件 就可以打折 好 这样子到底是在帮韩市长助选 还是在推观光呢 而另外国民党要在这个礼拜天 7月7号在凯道举行大会师 会邀请五位参选人 想要来营造大团结的戏码 好 不过呢 现在就有些韩粉 至于党中央呢 之所以办这一场造势 是要拱锅来卡韩 好 所以现在呢 有一些韩粉 他们就发起了反动员 要韩粉通通不要去 也要韩国瑜不必去捧场 让国民党自己玩就好 好 这恐怕再这样下去 会让党中央非常的难看 那另外一方面呢 王津平他昨天找来韩国瑜 来开直播 那他今天呢 又要和郭台铭来同框 好 龚道博现在难道是 两边都压住吗 到底有什么盘算呢 我们待会儿要一起来讨论 首先先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请大家平安 第二位是民进党 新北市议员黄俊哲 主请大家平安 好 再来我左手边是 前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奇 孟奇好 大家好 最后一位是民进党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孟奇好 大家午安 好 大家午安 我们要马上先来看 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为了要拼初选 原本都是一周一造势 好 不过呢 原定明天7月6号的高雄场 因为太担心登革热的疫情扩散 所以现在是已经喊咖了 好 不过呢 韩国瑜之前呢 却喊话 呼吁韩粉7月6号都来高雄玩 把口袋的钱花光 好 那这就很奇怪啦 难道韩粉们的体质比较好 比较不怕登革热吗 好 大家有这个疑问 好 另外呢 由于这个韩市长一声令下 韩国瑜的号召 所以底下的市府人员 通通动起来 这个高雄观光局是直接把 7月5号到7月7号定做是 这个高雄的观光日 而且还传出 现在他们要求店家要配合 只要旅客呢 穿着国旗装啦 或是出示跟国旗有关的配件 消费就会有打折 而且呢 只要配合你听话的店家 才可以被放上观光局的网站 来宣传来打知名度 好 这就引起了一些业者的反弹啊 觉得市府怎么可以这样子 供器私用呢 到底是要推观光还是要帮市长选总统 来看我们的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新竹厂造势 邀请韩粉6号到高雄观光取代造势 议员秀出赖群组截图 炮红观光局供器私用 听说这是观光局的官员鼓掌 所以他说本局有活动 有店家向议员陈勤 表示观光局的群组里 有官员贴出这样的内容 本局7月5号到7号 三天推动高雄轻旅行 号召店家响应并提供相关优惠 下面还举例说明 只要提供优惠的店家 就能放上高雄旅游网免费广告 但取得优惠的条件 都是要穿国旗装 或是搭配国旗相关物品 甚至有饭店要求 订房时要说出 支持韩国瑜高雄发大财 让议员痛批根本是 公器私用 为个人初选造势 这个感觉起来 就是出发点不对 这个是在为韩国瑜造势 高雄旅游网是公家资源 凭什么要来配合 韩国瑜的店家 才可以上这个网站去宣传 这摆明是公器私用 公势不分 我们在不同的季节 我们会有不同的主题 所以7月6号的主题 就是用国旗 作为打折的一个logo 把人潮带来高雄 而且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行销 跟宣传的手段 不只店家不满 也有不少民众看不下去 认为如果标榜是高雄观光节 不是应该各党各派 都该结成欢迎吗 为什么要说出支持特定人士 如果只是单纯支持某特定人士 就不应该挂上 高雄观光节的名义 还有人说韩国瑜三个字 是拍马屁吗 议员更进一步指出 韩市长取消高雄造势 是怕登革热疫情扩散 但却叫上万名韩粉来高雄玩 难道就不怕登革热疫情 扩散到全国 如果因为这次活动 造成全国其他县市 有任何一起登革热 这都要算在韩国瑜的身上 议员认为拼观光 不是朝短线 应该长期规划 韩国瑜的一个突发奇想 还没为高雄带来人潮 却先引来争议 好我们刚才可以听到 其实有些人质疑呢 高雄观光局 这样子有点假公祭司的意味 好不过刚才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潘恒迅 他是认为说 这个是正常的宣传手段 不知道骏哲你怎么认为 你说这个正常的宣传手段 我看他本来就没什么正常 没有那个小三通 没有说的 那其实看韩国瑜过去到现在 陆陆续续水源有登革热 他也是一直在做他的 双季的双团 你看我这个华人的作势 也有台中的作势 再来呢 他派出他的高雄作势 为什么只要作势 你看这个WeCare 是不是大家一定可以抗议说 你是不是现在就要做一半就要落跑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高雄店家的活动 也觉得有点奇怪 是怎么要秀出国旗 才要让它优惠 就像周星驰的电影里面 是不是督到天地会 我们上面那里可能反复 会看到复明 反清复明 现在到底是要做什么 是要推展观光 还是要真的变经质 还是要选中痛 我看他真的木顶 可能也是为了选中痛 所以说到这个登革热 他还要去目看 其实上海市就有人说 你如果真的欠钱 就真的让你 这个房子登革热的钱 其实他也都同片了 因为我们还有第二预备金可以开 如果政府不够钱 庆菜 歌庸基地 直辖市 没有一个人能够运用 就一定要来中庄做秀公 中庄都没照顾你 我要跟韩国务说的 真的这家已经没路由了 其实我们都内地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如果韩国瑜要争取什么预算 我们没得高用 一定中庄都会给你钱 所以你不用再想说 中庄给你钱你还不好做 你还想要去选总统 这样大家对你真没良解 刚才议员的意思 就是很多人看破 这个韩国瑜的手脚了 另外我们想请教一下韦珊 你怎么看刚才潘恒旭的这番话 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宣传手段 不需要大惊小怪 当然不正常啊 就我想没有一个所谓的观光节 而且是动用这个市府的资源 下去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居然还是特别为特定的候选人造势的 而且特别讲出韩国语 而且还要讲出他的口号叫做支持韩国语 那我是觉得潘恒旭或是整个市府 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用心在这个活动上面 老实说就我稍微看了一下 潘恒旭在脸书上面 贴的一个算是打折的这个公告文 大家知道吗 他上面说你只要喊出 就我支持韩国瑜 那我就可以获得特定优惠 可是实际上那个饭店的房价啊 你如果上网Google来就来看好了 不管是进到booking.com也好 还是进入agoda也好 任何的订房网站 其实他的价钱都比这个市府 推出来的价格还要低呀 那我不晓得这是真心的想要给大家优惠 还是其实只是一个幌子 那我认为潘恒旭一起来 都像是一个假韩粉 他其实真的没有用心的在为韩市长做事哦 他一直在挖坑给他跳 尤其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又再度的挖一个坑给韩国瑜跳 那就我想说在这样的一个观光活动上 当然如果他是为了全民好 为了这个高雄的观光好 当然是好事 但是看起来并不然 那我觉得最大的用意他也是作为一个所谓的幌子 也就是因为韩国瑜现在在高雄的人气简直是直直坠啊 我想他不敢在高雄造势 因为他不敢面对 其实他现在执政的这个高雄市 其实对他是非常的不满 尤其是他在这里如果造势的话 他更是加强了大家对他想落跑的这个印象 我认为这件事情他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所谓的小恩小惠 他最会讲的 他最会讲的发大财 然后来弄一个好像一个观光节 可以促进观光 但实际上并没有优惠到这些外来的这些来玩的人 也没有加汇到高雄市的这些商家 我认为这会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好伟山认为这会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而提到这个高雄市政 韩国瑜前几天就在办公的时间又开直播 他是不断的在炮打这个蔡政府 说蔡政府呢给防疫经费啊 给的是不甘不脆 而其实行政院只花了两天的时间 就审核了通过5000多万的补助款 好不过韩国瑜他还是不太满意 他说自己就像是服务生一样在拿小费 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好韩国瑜一直营造这种中央卡寒的感觉 现在就韩粉说要捐200万 说是要给高雄当作这个防治登革热的专款使用 好韩国瑜也回应说 感谢这个捐款啊 人间处处都有爱心 好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明佑 这是不是韩国瑜他塑造了中央卡寒的策略 正在发酵了 我觉得他把选举那一套完全没变 你之前的时候继续用 既然G7只拿200万来 给你投给议员拿给你 又匿名喔 然后他营造出来什么 啊这是市民辛苦存的钱 但是对方坚持 我本来不收的 说起来不是说你像外婆三样 你不要忘记这个天高热 是从头到尾你的所属 不知道钱在哪里把中央要钱 啊你说按钮有消费来 我跟你说我怎么做十家市长 按钮有消费来 一来五千几万 先给你两千几万 我马上每天按 所以高雄市长 你不是上任的时候 说要替高雄市鞠躬尽瘁吗 今天你要钱人家给你钱 你说人家给了不甘不脆 然后就考虑说人给你消费 我做高雄市长 一定要给国家 但是 跟他同样 我跟潘恒旭 还活在竞选期间 为什么 因为你要注意看喔 今天韩国瑜 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要罢名他 甚至提案已经过了 很大的原因就是 出在潘恒旭 因为很多的trouble 都是从你开始 然后韩国瑜被动 还要承担下来 你知道吗 不管从代言啦 从政策啦 到冷泉变温泉 等等的问题 到邓子齐 到阿诺 都你出的主意呢 但是我要说的是 刚才韩山你说了没错 潘局长 这种东西 你甚至把人家店名 点出来说 你到那边去 只要高喊着 订房时 请说支持韩国瑜 高雄发大财 高雄发大财 我没意见 但是你说支持韩国瑜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国民党在辩论的时候啊 你记得吗 郭台平说要拿他在纸上 朱立伦说这有契约会选 你今天奇怪耶 你潘局长人刚给你选择而已 今天明明知道国民党现在在财算 你没台没仅 又替韩市长挖一个扛 我觉得这不合理啊 而且你把这个造势 不要说造势去那边消费 我知道登革乐现在的疫情 非常严重 如果说人家捐个200万 我认为合理啊 我也很感谢这一位乡亲啊 如果捐给高雄市 让高雄市能够把登革日 疫情再防治的更好 可是昨天又一例啦 那我问一下韩市长 你八千几万怎么用啊 用了不 所以我是因为说韩市长 应该先专心市政 给天高杰处理好事 你连作势就没办啊 是怎样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你连天高杰做不好事 开始你给你保险 好你没要作势也没关系 你要叫大家去那里消费 你安心消费嘛 你最后你不要保护高雄市民 你最后保护你的韩本嘛 所以八千几万 你应该好好去防治登革乐 而不是去办什么观光节 变相造势 我认为说 潘局长也不要造成韩市长的困扰 让韩市长有时间 把他的第一项政绩 叫做防治登革乐做出来 所以我是认为说 现在国民董里面 国民董的加赖书 抬到楼火楼地都没关系 但是我必须这样说 今天高雄市民 已经开始包括杜紫诚 讲出来说 有很多摊商那一天就故意不出来摆 甚至有面包店的老板说 那我宁愿不开市 我生意再好 我少赚一天而已 我不赚韩本的钱可以吧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昨天才说 哪里的场地 因为罢免团体要去那边办 然后被搁置 这个面包店老板也说了 又驳回了假日炒事申请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高雄市民 我今天才看脸书 甚至有老兵去参与罢免韩国语 为什么今天会搞成这样子 很多人希望说 你代表中国国民董 贏到高雄市長 可以去高雄市長做得好事 但是没有 你的市政成绩会 表演出来的时候 马上如火如土要去选总统 很多连国民党自己的人都看不下去 甚至有眷村的辈辈拿回去签 所以是因为高雄市长 应该好好深思一下 你办这个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是因为你要练兵吗 把韩本练成你的兵团 所以老是要抄兵 跟国民党这些人做区隔吗 还是真正的顾及到 整个高雄的利益 好 刚才明佑讲的就是这个 公民割草行动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整理一张图卡 这个公民割草行动联盟 他们就是发起罢免韩市长的 一个社群之一 那他们原本想要在礼拜六 在高雄的博二 举办公民假日草事的活动 结果被高市府驳回了 认为说这是政治活动 所以不接受申请 好 这就是刚才明佑 所讲的那一个事件 好 不过刚才 不管是伟山也好 或是明佑也好 他们都认为这个潘恒旭 好像是这个韩国瑜的猪队友 好像一直不断地挖坑给他跳 到底现在这个高雄观光日 是不是变相造势呢 文綺怎么看 我想我今天要暂时 跟上一下时赛的潮流 就是引经取讲 就是这个茄子蛋 我今天要做一个善良的派章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刚才三位绿营的好朋友的说法 我觉得都有 其实都有答案的 因为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 第一个 今天他办这个活动是为高雄好 没有什么不对 不要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我一直一再去强调 不要佛应跟苏东坡 如果你的心不正 你的心里有一坨什么东西 你看别人永远都是做不好的事情 其实他在为高雄谋福利没有错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我看到了官方版本 我看到了官方版本 国旗有什么不对 美国的大联盟要唱国歌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合成去替韩国语 其次我要讲 如果刚才明佑拿的那个是官方的版本 我觉得确实应该要监讨 可是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 有没有花妈的公仔 我只是说请回到历史的真相 观光局的一个棺板 他如果是宣传中华民国的国旗 我觉得这没有错 没有人说错 你给我说了 没有人说错 我就跟你讲说 所以我今天要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对他以国旗来推广 没有错 我要讲一句实话 太平洋没有加盖 阿平讲的 如果大家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 那么难过 就去找金美林去找谢长廷 他支持一中的 甚至不要选中华民国的公职 现在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不用做到这么十千块钱 如果真的不喜欢中华民国就不要选 再来我要讲 我要讲过 陆营 陆营刚才讲的所有的霸誓 我讲一个 我一定要 我一定都会讲到 我都会讲到 因为我刚才所有的问题 我都听得很清楚 所以我一定都会回答 再来 我说这些所要霸誓 我呼吁他 我呼吁他们 一定要做好做满 千万不要只做一天 高雍人来 真正看 已经八十九万人 九十万人 就是我们的韩国语 我觉得你看不下去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你真的要有本事不要嘴炮 所以我要讲 今天如果再回到刚才的两百万 我讲一句实在话 人家他有本事嘛 人家这不是才是真正的青年情政爱相土 重点是他那两百万 有没有用在防治登革任 我甚至要呼吁一下我们奇迈兄啊 奇迈兄 你是不是来跟我们韩国语比赛一下 人家愿意他这样做人家支持的量 虽然你带了五千三百万下去 你愿不愿意来跟韩国语来比赛一下啊 坦白讲这件事情如果是用在防治登革热上面 我坦白讲 我听说多一米钱 这问题很简单 我立刻回答 我跟大家报告 我如果要防治天狗热 我要防治登革热 我有五千三百万 又民间的捐款两百万 何乐不为 这一米钱有没有用在登革热的防治上 才是真正的状态 不能进入韩国语的口袋 所以我才会说呼吁 我们陈姬麦可以来比赛啊 否则各位记不记得 如果今天讲到这两百万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大家觉得你的逻辑有点怪 没有18%他就不能做公益 我才讲说 所以所有的事情我觉得真的 平常讲刚才讲到说是不是什么优势啊 他是不是把这个盘衡去怎么 各位想想看 这不就是我们 我们当时候蔡赖之争 蔡英文的执政优势 他都说我要跟人民接近 可是他拜访的都是公庙啊 各位好朋友 这就是双重标准啊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不是送给我打吗 民进党的标准就这样 所以我才会讲说 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拍照 就是我刚才讲 如果真的他们那么的痛苦 人家在学讲中华民国的国旗 各位 我们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 不是叫做台湾国 好 刚才文奇的意思 你觉得这个高雄的这个观光日 你觉得有国旗 没有什么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场活动 应该也会看到很多国旗啊 就是因为国民党 下个礼拜一就要展开电话民调 所以他们要赶在7月7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哦 邀集五位的参选人 到凯道来参加大会师 好 目的呢 就是要营造蓝营这种团结的气势 好 不过呢 这样子的如意算盘 恐怕很快就要破灭了哦 因为挺寒的社团呢 是发起了反动员的计划 而另外有挺寒色彩非常浓厚的 音乐人刘家昌 他也在脸书上面发文啊 他质疑国民党办这一场造势 就是要拱锅要来卡韩 所以呢 刘家昌他就呼吁韩粉 千万不要上当 千万不要去参加哦 他甚至还建议韩国瑜也不必去捧场 他说韩国瑜也不用去 让国民党自己玩就好 好 那现在呢 其实韩粉去不去 很可能国民党都很伤脑筋啦 因为如果韩粉不去 可能到时候这个动员的人数 就会少很多 但是如果韩粉真的去了 会不会到时候又在现场跟郭粉杠上了呢 好 国民党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非常伤脑筋 继续来看我们的报导 还我公投 还我公投 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率领五位凯道 造势主持人一起开记者会 号召支持者周日到凯道 凡铁龙公投 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子 让人满为患 人山人海 人满为患就太恐怖 曾永泉没注意到自己口误 但人要满出来 出席的天王很重要 除了前总统马银九 党主席吴敦毅 五位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参选人 韩国瑜郭台铭 朱立伦 周锡伟 张亚忠 同同道 但韩国瑜取消周六高雄造势 却号召五六日支持者游高雄 7月6号 7月7号 我们全台湾都会到高雄来旅游观光 大韩粉信任歌帮忙规划 由高雄行程 韩粉群组也热烈响应 要去高雄大会师去高雄逛逛 海串连带国旗去高雄当贪食蛇消费 反而不是号召周日韩粉 上海刀声援国民党活动 信任歌还有他们这些铁粉 他们有一些想法吧 是觉得礼拜六既然已经有办这个活动了 所以在高雄要进地主之宜嘛 那希望大家都来高雄消费 礼拜天的这个活动 为什么他们觉得不想来 我想这个是他们在群组中间 应该有些讨论吧 韩粉对国民党上凯道反应不热烈 大韩粉刘家昌就在脸书上直言 已经立法通过了法案还闹什么 国民党老朽太阴险 他们说韩粉不理性 韩粉绝不会忍受郭董在台上胡言乱语 一旦韩粉控制不住情绪 闹场韩国瑜就完了 他呼吁大家不要去凯道 韩国瑜也不必捧场 任何人我们也不管他是 有支持的任何不同的对象 这都是我们欢迎他到现场 一起来参与活动的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也都请参与的所有乡亲 同志都一起展现团结 避免争议 韩国瑜郭台铭上台发言顺序 都得抽签以示公平 韩粉锅粉必得分明 人多人少都让党中央 这场凯道造势增加不可预测性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伟商 你怎么看现在有韩粉 要反动员这个七七造势 我觉得他们当然也是关心韩岛 关心韩国瑜 担心说他的选情会因为 这个党中央不知道在暗地里面 咪咪冒冒在做什么事情 当然也是担心他被戳掉 或是说因此失去了一个曝光的机会 其实我们看到他们在初选 五位总统候选人的 初选的国民党的表现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的这个气势已经越来越弱了 再好几次他的表现 其实他都是一直在讲 他过去他一直论述的那些话题 他其实并没有一个比较心意的表现 或者说一个可以再度唤起 大家热情的一个口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瑜现在跟目前看起来 这个民调慢慢往上扬的 这个郭台铭看起来 他已经是越来越弱势了 所以我相信 韩粉当然是会对韩国瑜的这个选情 会有一些担忧 但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国民党中央要办这样的活动 我认为倒不是特别要为了 哪一位来做这个造势 其实就我觉得是因为 吴敦毅自己他发现 他已经慢慢的失去 这个党主席的这个角色 毕竟这个国民党的党中央 他不管是作为一个党机器也好 或是作为一个选举机器 或者是作为一个在野党的角色也好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并不是那么能够掌握议题 或是主导很多事情的发展 那当然下礼拜 在这个国民党的初选结束之后 这个新的国民党推出来 这个总统候选人 其实他就会变成一个 未来国民党的这个明日之星 那我相信 这个吴敦毅他的角色 会更加的边缘化 所以我认为他今天办这个活动 他是要重新抢回一个 所谓关于他自己的话语权 他也希望在这局里面 他可以多一个角色 如果说这个周末 这个凯道上面的人潮 非常的汹涌 非常的多 那他未来在掌控这个总统大选 或是操纵很多党中的事务上面 他也会比较有 就有这个力道 不会完全就是 弱于这个未来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他在党内要做夺权的一个手段 那当然就我觉得 他在挑这个议题上面 其实就我觉得 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因为国民党其实过去长期来都是阻挡公投法通过的一个政党 那这次为什么民进党要再次修这个共投法 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是因为在这个共投法跟大选一起的时候 其实这个议题就会变得比较弱 他变成说他会因为大选的节奏而被牵着走 那其实没有办法让民众真的好好的对那些公投的题目做一些选择 那而且再来是当初最早之前台湾的公投绑住大选 其实是因为台湾的人民对于这个公投并不是这么的熟悉 所以绑大选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愿意出来为自己的议题发声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行公投法十几年了 台湾也越来越民主化 而且我们的网路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这个操作也越来越强 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 我们可以借由公投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诉求 那我们其实现在台湾应该更靠向所谓欧美的一些做法 像不管是美国也好 像美国的很多州 他其实他在公投的时间 他是跟大选是错开的 那像瑞士他是一年会有四次的公投 而且他已经都预排了很多时间 已经预排到2038年了 所以其实在欧美的这个所谓的公投跟大选 一直都不是绑在一起的 那我觉得当台湾的民主越成熟 确实是应该让民众有一个完整的时间 好好的去思考这些公投题目 尤其像2018年这一次 有十几个题目的这个状况下 确实民众应该好好的思考 那也不要耽误大家 就是真正投票下去的这个时间 我认为会比较妥视 好刚才这个伟山有讲到 其实国民党的7月7号办的这一场活动 他们是说要反铁龙公投 好不过另外他们邀请了五位参选人一起 就是要营造这个党内大团结的气势 不过就像刚才伟山有说 其实呢到底是不是要营造大团结呢 还是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毅 想要抢回自己的话语权呢 我们想请教一下明佑您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是强化语权啊 因为你看曾永泉说什么 说要人山人海嘛 人山人海我们很清楚的嘛 其实国民党我想问你这件事 你五万人党党会出来吗 那照你的欢乐 只说喊粉切割 你就欢乐党党没出来啊 五万人其实照科学数据来讲 每一次照是喊的二十几万人 如果科学去分析 都五六万人就足以撑场面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原则 国民党能不能有办法动五万人 红海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帝国 他这些团线可以都当党党出来吗 可以嘛 所以不要担心喊粉 但是我必须这样说 如果是要争团结 如果是要争团结 不会办这个活动 因为前几天马英九 其实就活用了嘛 马英九说了什么 他说 这个七七抗议因不分党派 结果今天曾永泉党中央说 要国民党要团结 那到底是不分党派 还是国民党要团结 我也是搞不清楚 甚至有比较蓝军的朋友 跟我说奇怪 那这个法案都通过快一个月了 为什么这时候国民党 才要开始发起这种 类似造势的活动呢 所以我是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一方面担忧啦 担忧什么 但又说初选过后 有可能第二组第三组 会让人跑出来 他不知道怎么整合 透过这一次活动 看可以给大家坐着会吗 可以 韩粉可以继续去玩 因为现在高铁 阿炳建的高铁非常方便 一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三个小时 可以来来回回 所以我认为说 韩国瑜来参加完活动 再去高雄也可以啊 或者去高雄响应也可以啊 都来得及 可是问题是什么 国民党干嘛那么没志气啊 人家我觉得刘家昌就讲得很好 虽然他是大韩本 阿喊就过了 阿国民党办这个意义是什么 阿到底有几千韩国瑜没有 阿所以刘家昌的头脑 反而是清楚阿 你又挺韩就要挺得跟他一样 头脑清楚的人阿 所以我认为说今天的国民党可以看出里面的矛盾 因为是怎么 组算你要搞 民党要搞 其实国民党有一点事情 我知道很欢乐 因为这个悬殊非常的近阿 可是我比较好奇到是文传会主委啦 陈美华他表示这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全部韩粉 可是不代表全部韩粉的话 那为什么韩粉要发起7月5号到7月7号要在高雄消费旅游 那潘恒旭还响应了这个旅行日好了 这个还不代表韩粉吗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中国国民党的文传会没办法驾驭韩国瑜 这个我个人蛮佩服的 这一个当中因为台读做不出来 所以是因为国民党为了要团结这一团结 反而是破坏了整个团结的制度 好这个国民党7月7号想办这场造势 想要营造团结反而也凸显了 其实国民党初选这一场内部有许多的矛盾 就例如退出初选的这个龚道博王津平 他只有很多话要说啊 而且他最近也是动作频频 分别找来这个韩国瑜跟郭台铭两位人气王来开直播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讨论 回到两点说新闻的节目现场 退出初选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前立法院院长王津平 他最近也是动作频频 除了跳出来当龚道博 质疑这个国民党的初选民调的公平性之外 他这两天也邀约了党内的人气王 分别是这个韩国瑜还有郭台铭要来开直播 他昨天是跟韩国瑜先开直播 今天要跟郭台铭来合体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 王津平跟韩国瑜他们玩游戏的现场 来看到他们是搬出了杂派机 韩国瑜还说这很像是情侣玩的 后来王津平还送了一只我们来看到 这是这个蓝鲸鲸鱼娃娃要给韩国瑜 说希望韩国瑜可以称为鱼中之王 不过后来王津平又说了 虽然鲸鱼很大一只 但是他一手就可以抓起来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暗喻什么东西 另外韩国瑜则是回敬 说谢谢王院长 也祝王院长年年有余 昨天这场直播气氛真的是蛮微妙的 赶快来看我们的报道 两位我们头靠近一点 两位在头再靠近一点 我等一下喊开始之后 两位就开始认真按 这头应该情侣玩的 因为我们今天是团结 大家可以看得出感情是好的 王津平韩国瑜同框开直播玩游戏 刚开始韩市长看起来似乎有点尴尬 似乎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但说到比谁手快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 哦 再一次 我妹妹咋了 我自己土好 我自己好 好的好的 因为院长赢了嘛 我自己惩罚我自己 输了二话不说 韩国瑜直接把刮壶炮涂自己头上 第二回合一开始 韩国瑜家族守劲 想扳回颜面 哈哈哈哈哈哈 你输太快了 哈哈哈哈 两次都是我输 哈哈哈哈 OK的吧 绝对 院长战斗意志 咚咚咚咚咚咚咚 哇 跟那个连猪套一样 比武的不行 还有文的 迪子湾地区最多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是包括人吗 谁你想啊 谁你想啊 谁想 他可以 他可以 好答案的确就是我们的人 英文脑袋 转不过来 你知道 还好 院长都会写 不好意思 因为 韩市长怎么投瞄王金平答案 还好最后一秒写出正解 算是平分秋色 直播过程 韩王两人大旦高雄庶名美食 宣传高雄观光 先前韩国瑜突袭立愿 拜访王金平 双方还有点不欢而散 这回刻意在镜头前上演团结戏码 会后王金平还送韩国瑜金鱼玩偶 希望他能够成为鱼中之王 所以郭王配还是韩王配 还是王韩配 王国配各种配呢 你怎么看 这以后再说嘛 现在都延迟过早 我一定参选到底吧 跟韩国瑜直播后 周五紧接着跟郭台铭合体开直播 是不是郭韩两边压榜 王金平没多回应 国民党初选民调在即 任何风吹草动 都很容易挑起 敏感神经 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这个韩国瑜有突袭立法院 也去拜会了这个立法院长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那时候这个王金平就说 怎么没有先约就来 所以这个两个人的会面 是大概不到十分钟 就非常尴尬的收场 好我们要先来问一下文琪 你怎么看昨天这一场直播 这王金平的用意是什么 他昨天找这个韩国瑜 明天又要找郭台铭 是不是两边压榜啊 我觉得以王院长现在的这个高度 他做这个动作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觉得很奇特啦 因为我坦白讲 因为游戏规则以国民党初选 由于现在就只有五个人参加 所以他现在的所有的努力 我坦白讲 终究还是要回到一个正轨 就是说泛兰统合的时候 他到底有没有可能 有什么样的一个副手的位置 或其他的位置 坦白讲因为正的部分一定不会是他 我觉得他现在善尽 他统估的一个角色 甚至是侨王的角色 我觉得就是符合他的一个位置跟高度 回过头来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直播啦 坦白讲我觉得那个营造一个轻松的效果 对政治来讲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宣传 回过头来讲 我觉得刚才在讲所有的韩国这些 我要强调啦 刘家昌只是一位韩粉 那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的猪队友 绿营的猪队友有没有很多 很多啊 我随便一想 就想到段宜康那时候为了自己的案子 去找了监察委员 就被法官啊检察官 所以这种猪队友听听就好 因为一种力气八八种人 可是我真正期待的是说 因为国民党这次办的这个7月7号 我坦白讲 我也很期待说他们好好的展现第一次 因为这是吴主席上任以来 我印象中第一次很正式的发起 因此他要拿出他实际的一个政策 或是一些诉求 可是我要讲如果万一啦 真的有所谓的真假韩粉 有一些冲突 我觉得很好啊 我们的郭台铭有AI大数据 我们有人脸边视系统 我们可以留下历史的记录啊 各位记不记得字掐歌 各位记不记得红建议去踹门 我觉得历史会说话 我们把证据给留下来 坦白讲这样的一个运作 我觉得啦 坦白讲 大家对范然的人来讲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把一个倒行逆时的蔡政府给赶下来 我坦白讲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太奇特了 而且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说吴主席的第一次很重要 我坦白讲 刚才我唯一认同民友讲的一件事情 坦白讲 身为一个在野党 我先姑且不论忠诚的在野党 是不是应该鸡蛋里挑骨头 事实上是应该的 坦白讲 有很多从国安无法公投无法 我觉得国民党要学会做好 所谓在野党的角色 因此他今天这样做是对的 而且对吴敦毅来讲 我坦白讲 他已经对一个准备30年 最后他决定做一个king maker的人 坦白讲 他为什么会特别留意这次 绝对要做一个公正公平公开 我坦白讲 对他来讲 他如果要延续一一二四 台湾民众 台湾最大党是所谓的讨厌民进党 他要延续这个的部分 如果他不能够延续 他会变成是中国国民党 一个历史的一个罪人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 他会非常重视7月7号 尤其7月7号 也是抗战开第一枪 对跟中国国民党的连结 评良一下是很重要 最后我要讲 至于所谓的网民酸民 我坦白讲 我已经一再的讲 网友是谁 酸民你要特别 网路的世界 谁先认真 谁就输了 更何况有那么多的网军 蔡赖之争不是告诉我们 蔡英文已经告诉赖清德了 因此重点 还是中国国民党 自己能不能够拿出一套 真正符合与时俱进的两岸论述 坦白讲 一中各表 什么各自表述 我觉得国民党确实要思考 再往前进一步 因此今天所有的事情 坦白讲 我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还是要回到历史的一个 真正 就是一个实际面 最后我回应一下伟山讲的 我还是希望公投法大家好好去查一下 真正的不尊重台湾的民主 让台湾人民当家的又把他关回 当然是今天民进党 国安无法限制这些 我坦白讲台湾人民眼睛是雪亮 不是靠一次呼啰说什么 那是因为陈英诚自己干不好嘛 公投绑大选不是民进党一开始要的吗 就搞到边开边投票边投票 是我们伟大的陈英诚 不要忘记始作俑者就是他 好刚才文旗有讲到一点 说这个网友啊 不要跟网友太认真就输了 可是我们这个公道伯王金平 最近是很认真在开直播 其实就是想要拉近跟网友啊 跟年轻人的距离 好刚才文旗说 这个王金平到底是不是这个两边压住呢 文旗的回应是他觉得 王金平是想要做一个统窟的角色 那议员您怎么看 我觉得整个直播看起来就是假假的 其实毕竟从一开始 这个王金平就说帮助韩国瑜当市长 相信他们本来就有很好的一个默契说 你若做市长我来选总统 今天没有啊 形势比人强 今天韩国瑜自己要跳起来选总统 所以你看刚刚他们在玩那杂派 我想是刻意安排的 其实都很想要对方式 就只好透过这个方式 扭捏捏的按来按去 我说真的 政治人物现在大家民众喜欢的是 说真话做实事 国民党怎么看都觉得怪怪的 你说这个铁龙公图你要抗议啦 已经过一个多月了 你现在才要抗议 这一点我到底在抗议什么啦 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些作识嘛 你能否认吗 就是造势啊 不然这到底做 在这个民调前一天做这个到底要做什么 这也是吴敦宇要电视的 这次曹操他根本都没有角色嘛 说Kingmaker他到底做了什么 都没有make任何东西啊 所以他只有把这些目前把这个制度弄好而已 你看韩粉对他还是不满啦 所以最好他不爱去造势嘛 他要甘愿去高雍 说他要消费 来念一念这个通关秘于中华民国 似乎这样会觉得比较有用 所以真的国民党 我的看法是这样 真的停止 你跟他做起来看扭扭捏捏 极极的事情 你要造势就说你要造势 跟他英雄同样 韩国瑜都说他是武侠小说里的那种 哇 要交朋友 真英雄 你也做一次让他看 不要在那中央也让你捷运也八百亿了 也让你当隔热的费用啊 你现在给你募款 你就没缺钱你到底募款要做什么 我就不知道 好 刚才这个议员认为 其实这个直播现场在玩游戏 其实看起来好像有点尴尬 那议员认为 其实现在的选民都爱这个 说真话的政治人物 不过我们接下来呢 要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要来看台北市长柯文哲 到底有没有说真话呢 因为现在已经确实 已经证实了 他大概在下午五点钟 就会跟国台办的主任刘杰一来会面 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讨论 回到两点说新闻的节目现场 我们要再来看到的是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这几天呢 仍是带队去这个参加上海台北 这个双城论坛 好 不过呢 之前大家就在问啊 到底柯文哲会不会跟中国的国台办主任 刘杰一会面呢 柯文哲之前呢 给媒体的答复都是不断的在打这个模糊仗 先是说这个行程没有安排啊 但是不会因为不起而遇就躲起来 好 不过呢 现在是已经确定了他跟这个中国的国台办主任刘杰一 他们要在上海的西郊宾馆来会面 好 我们想请教一下伟山您怎么看 其实从这次的会面就知道 其实他们应该是提前应该就已经有稍微有在讨论 应该要见面这件事情 只是最后一刻就来决定哦 不过就我觉得这次柯文哲去 真的就是一个进京赶考的一件的一个表示啦 等于说毕竟他今天想要参选这个总统的话 他确实是需要获得一些中国对他的同意 或是对他的认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在台湾在国内频频失言的柯文哲 但他到中国到北京 你却绝对不会看到他失言哦 所以就知道说 其实柯文哲到现在还是在拉拢中方的一个势力 来希望为他的大选注意哦 那我觉得在中国在这一次的2020 他不管怎样 就我觉得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他要打 他要拉下蔡英文 他不要再让民进党执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不管他是投资韩国瑜 投资这个郭台铭 或甚至是跟柯文哲继续示好 那我觉得他的目的就是在于 他想要不断的扰乱台湾的大选 他希望越乱越好 那最好就是拉拢次要的敌人 来打击主要的敌人 就是所谓的蔡英文哦 因为他一直都觉得 民进党就是不够符合他的这个作为 但柯文哲目前看起来说不定又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毕竟国民党的候选人目前不管是韩 不管是朱或者是郭也好 他们其实都在某一些的这个国内压力之下 你都会听到说 他们说他们反对所谓的一国两制 但是柯文哲是目前到现在 唯一没有说出反对一国两制 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是更符合中国他的需要的 那我相信这一次他们在即将五点的会面 我相信他们应该会交换一些某些共识或是某些的讯息 那我相信柯文哲他确实是需要某一些外力来协助他的这个选举 毕竟从2018年这个寒流这个造势 你就知道 其实拥有这个中国的助力 不管是网军也好 或者是资源也好 都可以让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一个所谓的麦菜狼 可以变成一个高雄市长 那他今天想要竞选总统 他当然也需要获得这样的一个一个势力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仔细看清楚 柯文哲真的不是大家当初想象的深绿 其实他就是一个变色龙 其实他现在就是跟中国越走越近 好就伟山认为柯文哲现在就是变色龙 而且呢其实有很多人都跟伟山的意见一样 认为柯文哲这一次呢去这个上海的双城论台 其实呢就是要对中国要去进京赶考 好另外我们想请教一下明佑 到底为什么柯文哲跟刘洁一会面要搞得这么神秘啊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啦 因为中国那边到底有答应要跟他记敏吗 也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台北市政府应该有那个议员 官市长应该有那个议员 就是要跟刘洁一记敏 所以我看 才刚刚看及时新闻出来的时候是 中方 中方一点半通知 就是要在西郊宾馆见面 不是巧遇哦 正常是说有可能的巧遇哦 但是不是巧遇 是在西郊宾馆见面 各位 这样很清楚了吧 绝对不可能用巧遇的方式嘛 而且柯文哲昨天人家问他说 他说会会会会嘛 一切都很明了嘛 你勾到想 对啊 所以说要说到底有要记敏吗 柯文哲为什么一开始不讲 为什么到昨天陆委会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没有柯文哲的申请没有排入行程里面 那如果依照刚才的新闻 那是中方通知的话 那照理说台北市政府就知道 昨天减苏培议员在这边就讲了 为什么你行程不告诉市议员 所以 这些 这就是 尿尘那一句 滚滚滚滚 就是不记敏了 所以今天 刘洁一可能也要拨时间的原因是这样 因为四日他出席了所谓 在天津的这个 台商的投资的台湾商品博览会里面 他就说了嘛 他已经跟 红秀柱 玉木敏 高金树梅等人 都已经达成共识就是 共同反对台独分裂 攜手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实现民族复兴 圣化两岸融合发展 促进 OK 他都有共识 是怎么有共识 既然有共识 最后一关是什么人 我没问题啊 我没问题 跟红秀柱玉木敏 高金树梅 过去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他过去所谓的生率开始的 虽然有人说他像槟榔一样 可是无所谓 他就从生率开始 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管今天有没有达成共识 他只要要求跟刘洁一见面 刘洁一任意跟他见面 而且昨天那个讲稿 大家匪夷所思说奇怪 柯文者难得照着讲稿 而且他所讲的是说 这一个双城论坛是 两岸唯一的沟通平台 那其实沟通 如果也会就讲 有海机会存在 所谓的官方就有海机会 你是地方跟地方 不代表台湾 所以我认为柯市长在认知上 有非常大的错误 但是我要先讲一下 6月18号通过了 刚才文奇哥讲的 这个反民主的国安三法 其实里面就有讲到了 立法院三读通过 国安相关法律的修正 就是如果你有私下 我先讲 私下跟中共单方面签订协议 损害国家利益 处罚200万 然后5年以下的刑期 修法好提高到7年跟5期徒刑 所以呢 我要呼吁 我不知道刘洁一是不是在拼业绩 因为你知道 要向中央交代业绩嘛 有了不 没了 没了都算我了 反正你也没了就变 所以 我在这里要向他 搞中国去 那是代表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 向中国签订任何施定的契约 达成私下的共识 仅代表台湾有政治意涵 都有相关的罚款的处罚 所以我也要呼吁一下柯文哲的处罚 不要以法 来论法的时候 又要以绅士法 对台湾的主权 你不安慰就算了 你跑到明明就是 双城论坛好好跟上海市长 应勇好好见面 应用表演应勇 可以见面